第三届普里马艺术奖即将展开 11月3号的开幕记者会中 邀请了这次也担任表演嘉宾之一的 蒂摩尔古星舞集作为开场 顾着所吟唱的排王族古遥环绕全场 每一个喘息和脚步踏地的声响 都让现场观众专心感受 他们这次也创下了第一个 和国外当代舞团共制五马的创举 将带给大家同属南岛语族的文化 相互合作后 以展现的样貌展现在肢体中 这个制作其实对台湾的原住民的 表演艺术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因为在这个制作当中 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原住民 跟奥克兰的原住民的现代舞团 其实做共制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更看见 原住民现在在当代社会 遇到的困难与困境 音乐还有权力的权杖 交接给我们艺术总监苏达 热烈掌声 艺术总监苏达从原文会执行长 拉瓦古兴手中 接赠了象征权力的敌仗 这次布里马艺术节 特别扩大办理 是为了要让更多的人 透过艺术创作相聚 别让族人艺术创作人才 与国际接轨 其他的策展单位 甚至是国际的策展单位 都透过这个平台 去挖掘很多的原住民的艺术家 也让我们的新生代 不断的也投入原住民文化艺术的产业 我们透过这个布里马的平台 去刺激更多的文化艺术创作 我们第一次将布里马艺术节 拉到高雄 我们第一次邀请了 我们国际的原住民的当代艺术舞团 所有每一个从传统走过来的灵魂 他一定都会走不到当代的艺术环境里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 第三届布里马艺术节里面 发掘挖掘更多的新兴的原住民 创作的心血 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我们 芬芳光亮的所在 艺术节11月5号正式展开到 106年2月5号指 分别在高雄市里美术馆 以及博尔镇港小剧场举办 一系列的静态展览 音乐 戏剧 舞蹈 论坛等活动 管耀民众共襄盛举 接着人28查课 高雄市采访报导